生肖龙 生肖鼠龙的人可谓是人中龙凤 深得上天的宠爱 不仅拥有出众的外表 而且能力也很强 因此鼠龙人不论在什么场合里都显得魅力十足 受人欢迎 在职场上鼠龙人也深得领导的赏识 常常会有很多好的工作机会 而且鼠龙人也特别聪明 懂得把握时机 因此工作能力强不说 也非常会赚钱 也有着强烈的投资理财意识 因此鼠龙人命中注定福报不浅 一生贵人多多 机会多多 财运颇好 必定能够富贵盈门 衣食无忧 事业家庭双丰收 生肖兔 鼠兔的他们熬到了11月下旬没运必开好运到来 假若抓老此番大运 亨财大奖全来 日子定能越来越好 一扫早三个月贵人运有点差 麻烦缠身的情况 另一方面 鼠兔之人 可能是好运联动姻缘 一部分朋友难得桃花开 对极着脱单的人来说 倘若想提早脱单 应当在必要的时候真实袒露爱意 生肖虎 生肖虎之人熬到了11月下旬 剪脚运势大爆发 啊 后脚可以找到很多赚钱的方法 有望改变早前一月事业运较差 造新事不断的情况 等机遇一来 天才运望 成功密集成有钱之人 另一方面 对于少住属虎的人而言 可能是好运触动桃花运 少数朋友喜结良缘 对想脱单的人而言 如果想尽快获得真爱 那么应当多赚钱 不然只能天天带对方吃路边摊 生肖蛇 生肖蛇头脑是非常精明的 在和别人交往相处的过程中懂得为别人着想 从来不会去做损人利益的事情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和他们相处 而且他们做事情光明累累 凡事都会直接摆在明面上 不屑于在背后耍心眼 当他们人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之后 总能找到相对应的朋友去帮助他们化险为夷 而这一次也是有贵人来了 要走向人生巅峰了